雪中不要走 讓我脆弱一分鐘 要多久才能習慣被放手 馬克被空了 暖暖的溫熱 卻還在我手中停留 誰也不要走 應該是一種奢求 可是我只想握緊你的手 我寧願等候也不願錯過 你對我微笑的時候 還是願意用盡全力 僅僅為了一個以後 哪怕生命並不溫柔 哪怕被幸福已在反駁 也要相信傷痕累累 期許只需再琢磨 能讓你畏懼已了的我 來 因為你以後 站在你的坐著 站在一起 謝謝露燕 你趕快點 我們先去婚姻室吧 不行 董太太一罪 楊麟 您看看 這個怎麼樣 我说了算吗 你 你说了当然不算了 你问我干什么呀 不是 这个 你给人测测 还没睡啊 蔓蔓 头发动过了 好看 好看 蔓蔓 爸爸妈妈呀 给你找了几家婚姓公司 还有办那个喜宴的酒店 你看看 你看哪个好 爸 都几点了还不去睡觉 腰刚好 做这么久不累啊 我不累 我睡不着 你先看看吧 给你讲讲 去休息 那明天再说也行 不过 你也得早点休息啊 真的休息 回来了 丑丫头 妈 我好像发烧了 对 少来这套 哪有 可是人家明明很难受嘛 妈 你能不能反对一下 我反对什么呀 反对我嫁给丁雨洋 你不是爱她吗 爱情多伟大呀 你多伟大呀 我反对有用啊 是啊 我明明很爱她 闺女 你说你在咱们家长到二十多岁 你就没发现一个真理吗 这一个家庭啊 就像一个乐队 这一个乐队里只能有一个主唱 剩下的全是伴奏 可是我已经把麦克风让给她了呀 你用的这个词 什么叫让啊 你现在就让了她一场婚礼而已 就把你自己呕成这样了 往后怎么办呀 你要让她二十年三十年 你还是要让她一辈子呀 这婚姻呢 这婚姻呢 不是靠让的 两个人的婚姻 那都是发自内心的愿意 那是心甘情愿的 你当主唱的时候 她愿意给你当伴奏 她当主唱的时候 你愿意后退 就是这么回事 而且这种愿意 是不带着委屈的 所以我提醒你啊 你嫁给这个人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将来跟她一起过的是 什么样的日子 懂吗 腿都麻了 别在这儿睡呀 起来 快洗 洗漱 回屋睡一下啊 再不找你聊聊 我就快疯了 我也是 今天都忙什么玩了 一种这样 今天啊 颠倒了 亲情 你们俩 留什么了 没有什么呀 就是碰到了 销售局去呗 你呢 你今天忙什么 参加了一个社区活动 之前写的 文语儿童防止去齿的论文 发表了 公众号 接到了第二个广告 还有 主人终于同意 在我们针所里面开辟一个 儿童预测通道 是不是挺无聊的 老实说 我现在心情挺复杂的 既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 又 如果将来我的事业 没有你做得好 你会不会嫌弃我 你会不会嫌弃我 你一直都挣得比我多 你会瞧不起我吗 当然了 不然我为什么抢人给你买单啊 抢人是种美德 你放心 我这个人心态好 脸皮厚 就算一直用你的钱 我也心安理得 脸皮就是厚 不 其实我们俩 一直都挺幸运的 我们一直追求的事业 既是我们喜欢的 又是我们擅长的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对 是啊 我们的工作 虽然看着不大 也很普通 但对于我们来说 都非常重要 不光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支持 还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成就感 我真的热爱她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我什么 谢谢你一次又一次厌倦我的信任 让我知道我是被欣赏的 我还有一个坚强的支持者 和不伪装的共鸣 谢谢你给我充电 我 无限善重 最近我真的发现 我这个人 很不完美 很不讨喜 发起脾气来很难看 真的让人很难爱 我终于知道 赵超为什么跟我分手之后 那么快就结婚了 因为和我在一起 你就会很容易发现 别的女人有多可爱 你不许让我不要爱你 就把自己说得成糟糕 清清 可爱 比我少女 何欣 可爱 比我女人 马琳琳 比你还不会保守秘密 我爱你 我是不是该开点药了吧 你尝尝他们北京的保护 我 我的脸 我的脸 你脸怎么了 没毛病啊 谁帮我卸的妆啊 昨天晚上 是谁帮我卸的妆啊 你自己卸的妆啊 大金小怪 我自己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大清早的发神经病 慢 慢 慢 你别让一惊一乍的 你赶紧洗脸刷牙吃早饭了 手机有了3D扫描功能 每个人都拥有了 私人测量工具啊 顾客在家就可以上传 3D扫描图片到数据库了 这是我们最新的方案 希望你能喜欢 再见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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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生来了快快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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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安 我想在你好友的见证下 更正式地向你求馆 你愿意嫁给我吗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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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逸可 正常 正常 结婚前嘛 那女孩子为了好看 那肯定都是 使之减肥的啊 我的婚戒 就只能戴在小纸上 那还得做好随时摘不下来的准备 我也是 我们来拍张照吧 对呀 对呀 来 拍照 拍照 来 拍照 拍照 来 拍照 拍照 来 拍照 来 来 大家看这里 一 二 三 鞋子 再来一张 好 拍照 啊 啊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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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可以负担 你也不用降低生活质量 那套小房子也不用卖 那你的意思 是我不需要提任何意见了 我觉得在投资的领域 你确实不用跟我什么意见 那你何必带我来呢 自己决定不就好了 你有居住权 我去找你 这么看着你还真有点失落 你是我身边唯一没有结婚的人了 眼看你不如为尘 真有点小伤心 干吗 怕我婚姻不幸啊 呸呸呸 不是 我呀 是怕失去了一个 给我们提起的独立女性 又多了一个 为孩子 为家庭 付出一身的普通女性 我还希望你能实现 女性的终极奥义呢 女人的终极奥义是什么 幸福 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 我难给女性提起了 以前没有人爱的时候 我受气丧气的样子 你全都忘光了 你还没有人爱啊 那个陆 三 我去给你倒茶 我 我第一次看到 像麦克斯有这样的男人 一个新郎换衣服比新娘还嘛 男人比女人换衣服乱了 好 去去去 好看吗 美 拍照就先凑合一下 到时候 婚礼的裙套衣服 都去巴黎顶着 巴黎 不用了吧 为什么不用啊 我要让你变成最美的新娘 我们的婚礼啊 一定是全世界最棒的婚礼 我 把多成功男人不都总是 我是说 难道最贵的 就是最幸福的吗 没错 贵 就是幸福的开始 对了 对了 你的伴娘请的是谁啊 小美 小美 是陆飞那个妹妹吗 对啊 不行 不合适 你再换个人吧 这你也有意见 那既然不合适 你为什么不把伴郎给换了呢 伴郎我请了陆飞啊 你 你说什么 伴郎和伴娘是兄妹俩 太奇怪了 平时快我不快 快留不高兴 你还 拍 拍 拍不拍呀 我想过 是不是因为浓厚的友情里 必然有与爱情相似的惩罚 我也想过 是不是因为专一这件事 对我和我的家庭 有特殊的意义 我还想过 如果有些人的出场顺序做了调整 结果会不会难说 我曾经推翻过一切的条件 但是我爱你这个结果 依然成立啊 你们俩起来了 来来 扩到上发上来坐 怎么了 试试 我给你们俩准备的早餐 我给你们俩准备的早餐 爸尝尝 周 妈 周 吃起来 吃了 吃料 就我一直都给你俩的 我还好 这个 我必须再给你俩 我 你俩还得了 你心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 你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 我不能带着这么多问题嫁给他 这样对他 太不负责 太不道德 不是 哪哪哪哪有问题 不是 有问题你 跟爸妈说说说清楚 我没跟你解决啊你 你让他把话说完 别说话 我终于想明白了 我不害怕嫁给丁雨洋 不是期待我们未来的生活 有多美好 是我不害怕最坏的结果 即便有一天 我们离婚收场 我都不怕 不管是 感情平淡了 没爱了 出轨了 我失去他 什么理由我都能接受 但是 但是完成卢妃 我会疯的 当我发现了这一切 我开始恐慌 我 这个婚我不能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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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丢脸了 我 我给你们丢脸了 我给你们丢脸了 什么丢脸啊 闺女 我们的脸面哪有你的幸福重要啊 你说什么呢 我们的脸面也挺重要的呀 别捣乱 别听你爸瞎说啊 我告诉你 到时候让你爸拿着签箭 站在酒店门口跟人家鞠躬道歉 他都愿意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我太自以为是了 我太自私了 这东西我都凑 傻宝贝 你啊 从小到大你 你就是欠揍你 但是 但你从来都没让爸妈失望过啊 是不是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你看你这么大的姑娘 一把跌踢一把累得是难看的 行了 行了 你们娘俩别的儿女轻身了 我同意了吧 我答应了吗 我答应了吗 都是我从小把你给惯坏了 你以为这是过劲儿这样吗 说玩就玩 不玩 散了 回家各着干嘛吃饭去了 你 亲戚朋友咱先不说 那那那当事人知道吗 你看 你爸现在该拿麦克风了 赶紧回你屋把衣服换好了去 换衣服 我 我陪你一块儿去找那 找那 我做不错 我没有想到的 我可以看你 信号 我没想到这个 我être一个人 我都不愿意 我没有想到 我不接受你的退婚 是不是我请陆飞做伴了 所以惹你不开心了 你没有问题 是我太心虚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这不是小事 都是让你知道我们要结婚了 对不起 我知道我惹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火 我会尽全力去弥补 我跟你说 我把我们未来的计划都做好了 从现在开始创业 五年后杀毁美国 十年后财务自由 我带你和孩子全家移民美国 你笑什么 有什么可笑的 我觉得很感动 谢谢你 把我装进你未来的计划里 但是你这十年的计划 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一个字 没有跟我商量过一句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分歧 你想要决定一切 而我想要的 是也有决定的权利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安排呢 我听你的安排 是因为你是对的 或者是我心甘情乱 并不是因为我别无选择 太自握了 太正强合手了 是 我承认 我们都太能干了 在精神上不需要彼此 我们也太像了 我们多好面子 我们都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这是我第一次救护 你上次潜水 差点出意外 你感觉你的人生没有婚礼很不完美 恰巧这个时候 我是最适合和你结婚的人选 但是你有真正审视过自己的内心吗 我是可以和你一辈子走下去的那个人吗 我的缺点你可以包容吗 我的优点你可以欣赏吗 还是你和我一样 不害怕这场婚姻 是因为不怕最坏的结局 我们都冷静的 好好想想 这是什么呀 丁雨洋跟你要个月金啊 没有 但是在结婚上 她也花了不少钱了 我总能补偿给她吧 你还有钱吗 没了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笨丫头 你这叫什么知道吗 你典型的上火非吃大辣椒 你嘴巴痛快屁股难受你 你能别这么话操理不操吗 我乐意 我不要你和我爸的钱啊 这不是我们的钱 你自己的钱 顾奶奶 我的钱 您把我给您每个月的月缝钱 都存下来了 照你那种花钱的方式 你存得住钱吗 闺女 告诉你啊 再交给你一招 这个呀 叫留后手 懂吗 就您这掌权的 不敛财 还往里倒贴 你也太不会执政了吧 执政也是为民嘛 现在我算是还政于您了 我还没谢主龙恩呢 你就着急走 平生吧 不用谢了 你臭丫头 妈 我以前觉得您特别不爱我 起码不像别的妈妈一样 总把自己的女儿挂在嘴边 现在我发现了 你是最爱我的 废话 谢谢您 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分岔路口 把我领到了最正确的一边 我这一张银行卡 就买了你一个嘴甜 你能不能别这么对我 我到底遗传了你多少机呀 就你这智商 就这智商 你还遗传我呢 美的你 不管你 走了 走吧 陪你逛街 陪你逛街 你的脚好了吗 走得好了 你当时受伤的时候 没有抓过你 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没事儿 都是小事情 过去了 小事情过去了 你对我的感情 也过去了吗 我们的分歧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角度不同 在你眼里 我是袖手旁观 甩手掌柜 在我的角度上 是我对你的信任 我明白 我所谓的关心不够 在别人眼中 就是足够自由 所以 真的没有对错 当初我在你的心里 是一百分 现在还剩多少 不许格了吧 但你当初 为什么要给我打一百分呢 我在你评分标志里的 一切优点现在都还在 可是分数就不及格了 是你的评分标准变了吗 你在我心里 从来都没有什么评分标准 我现在依然可以看到你的优点 依然很欣赏 但决定两个人能走多远的 往往是缺点 对 你说得对 是 你好azon 就是一个像我今天这样 把时间都花在陪你逛街 陪你无所时事一整天 就要不流落出一点不耐烦的男人吧 你肯定觉得这是在浪费生命吧 你从认识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这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我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把你变成今天这样的你 老实说 今天一天 我过得一点都不轻松 你也累吧 我们两个在一起 好像太累了 不是吗 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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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天 在那顿冷掉的外卖当中 趴着一个睡着的你 我一定会觉得那是我生活中 非常幸福的时刻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我们都在不了解彼此时 就给对方在心底 给对方画了一个完美 有失真的画像 然后我们图图改改 今天加点退让 明天加点失望 你说最后 这幅画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再不分开 生活将会被这些细小 但有伤人的失望填满 我不想连最初的美好 都舍不下 如果我们早些年认识就好了 在我们 还愿意为对方付出的年纪 在我们还没有变得这么 这么聪明的时候 是啊 你比我聪明 肯定比我看得清楚 我不是看不透 我是舍不得你 你这个及时止损的人 发现路走错了 就不愿意陪我多走一步 多走一会儿了 但是我陪你走到丽红坛 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 你别这么煽情 不适合你啊 不适合你啊 我这么煽情 你也没哭我 前前后后 我为你流过太多的眼泪 以后 就只想送你笑容 和我练红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教 请教 对不起 来晚了 让你久等了 我跟你说个事 我妈呀 又问咱俩什么时候结婚了 我觉得 咱俩还是尽快 把结婚的时间定下来吧 我暂时还不想结婚 不想结婚 你别开玩笑了 别透气 跟你说正事呢 这么久了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停 你要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咱们就不说 你说今天喜经不好 你咱明天再说这件事 走 你已经删重地考虑过了 对不起 清清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 或者 你觉得我对你不够好 那没有的 对我非常好 你愿意 不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如果有点零 好 你愿意 不愿意 让我愿意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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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你愿意 不愿意 原諒了某些愚蠢時刻 更懂得欣賞美麗人生 吃得飽睡得好拒絕煩惱 一個人把日子活得很標準 都希望愛得不多不少 都決定愛自己就好 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 幸福需要一點偏差發酵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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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ll be the better one 要幸福就不留情 向前進